嗨 我是魏老闆 20萬訂閱了耶 好突然喔 超快的 對啊 怎麼那麼突然 嚇到我還停留在20萬的時候 所以就來一個20萬QA 我們已經蒐集到了很多題目 現在就來依回答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追我的IG喔 超多奇奇怪怪的題目 多奇怪喔 看一下 老闆私底下會罵髒話嗎 罵髒話 不會 因為我覺得沒有什麼事情 需要用罵髒話去面對或解決 好仙女喔 那妳怎樣的定義叫髒話 但是三個人不可能講 不能喔 不行 不會 我覺得太沒氣質了 女生我連三字經的第一個字 我都不會講 我覺得你太粗俗了 你沒有必要講這個字 我覺得頂多就是到 靠 這樣 沒有什麼東西是需要 用這個字眼去形容的 然後如果你想跟男生交朋友 稱兄道弟 你也不需要加入他們用一樣的字 你以為他跟他們哥們就要這樣 你是女生 麻煩踩清楚自己的底線 不要以為罵那個很帥 魏老闆的初戀是幾歲 高一 這麼慢 對啊 那妳暧昧什麼時候 互相喜歡但沒在一起 國中 所以妳國小都沒有喜歡的男生喔 忘記了 有啦 國小五六年級就有了 就知道誰喜歡妳 然後妳喜歡誰了 而且妳還喜歡好幾個男生呢 是沒錯 妳還 妳還 妳還覺得那幾個都不錯 對 就已經會出去囉 會去學校打球 會去逛書局啊 會去看他打球啊 什麼的 但毛板是跟我們一樣的 好 不然咧 有沒有一直很想做 但一直都沒有還沒嘗試的事情 我就沒有耶 要做了 跳傘之類的 不想做這些事情 不只很想做 但沒有嘗試 就表示沒辦法做啊 對 擁有豪華遊艇跟私人飛機之類的 豪華遊艇可以吧 什麼可以 請家當場嗎 沒有辦法 如果要的話 妳可能現在就不在做了 對 我想要把公司賣掉 就換一台遊艇 要做什麼啊 目前最喜歡自己的哪一支影片 我喜歡啊 有沒有覺得自己講最好的一集 我覺得如果是有一點感情的 應該還是結婚那一集 因為我們畢竟講到哭 對 我這也是第一次看到你們流淚出來 那一集還是滿特別的存在 那一集也是目前最受歡迎的一集 好像是喔 對 但我們到底系列還沒錄完 到底系列很多 到底為什麼要生小孩 超多人在等這一集 好 我們讓他們繼續等 繼續等 最沒辦法忍受的事情 感情的底線 很多啊 醉 醉 都不行啊 出國也不行啊 喜歡別人也不行啊 不尊重我也不行啊 都不行啊 底線是一條線 這麼差 老闆不能而選 不是一個點 對 我不選 會跟女兒吵架嗎 目前是沒有啦 我都一直跟他說 沒有啊 沒有吵過架 他才國小要吵什麼架 等一下 那不吵架你會罵他嗎 因為什麼而罵他 例如 作業沒寫 沒寫我就說 老師自己會罵你也讀不到我啊 所以你從來沒有罵過他喔 他沒寫老師會罵他 你不要搶著做老師的事 他要自己去面對老師的責難 你千萬不要因為他沒寫 就趕快逼著他寫 不不不 沒寫就去學校被老師罵 那像是那種生活就是 不吃這個 不吃那個 不吸醬 我完全鼓勵挑食 什麼意思 挑食就是一種品味的展現 什麼 這好酷的媽媽喔 挑食是一個 有個人態度跟想法的開始 如果你去壓抑這件事情 就告訴他你沒得選 可是他這樣營養不均衡啊 怎麼會營養不均衡 全世界有什麼東西是別的食物不能取代的 你告訴我 我現在也是 這個東西如果 怎麼快被睡了 這個東西是蛋白質 那其他東西也有蛋白質 你不吃這個可以吃別的取代 有什麼是一定不可互相取代的嗎 也是耶 沒有啊 我覺得就用科學來解決 好時尚 媽媽喔 對啊 不是就幹嘛跟他吵這種小事啊 而且我覺得要有個人的品味 跟個人的想法跟選擇 你不要讓他從小都沒得選 你不要讓他自己穿什麼衣服都沒得選 你到底以後要期待他成為一個 什麼多有想法的人 他從小都不能有想法 那他以後就是沒想法啊隨便啊 我媽都幫我決定好了 所以我們要從小養成耶 對 就是我就會說你自己決定 請問魏老闆現在有在路上 一直被認出來的困擾嗎 有一直被認出來 但我沒有覺得是困擾 那他們會跟你說可以跟你拍照嗎 會 然後還有很多是認出我來 然後都沒有來跟我講 然後我回到家就會一堆私訊說 我今天有在哪裡看到你喔 我今天走在你後面喔 我今天坐你隔壁那桌喔 什麼什麼的 我想要幫觀眾謀福利 就是以後如果在路上遇到你的話 可以跟你打招呼嗎 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就是怕你會打招呼 很多人都會來跟我合照啊 我上次有一個男生很可愛 遇到他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要跟我合照 然後我就說好啊 我們兩個自拍嗎 他就這樣 我就說 然後他每拍的全部都是模糊的 所以我就想說還是我來 就變成我拿 然後我自拍 不然他整個 太緊張了 他太緊張了 就很可愛 他整個臉都很紅 然後我就會說 回去要把照片傳給我喔 就是你可以視訊 有啊有啊 就覺得很可愛 對耶 我人還滿好的喔 請問魏老闆還會繼續拍職場金嗎 會啊 我們會放在會員頻道喔 創業成功的關鍵是什麼 創業成功的關鍵太多了 不是一件事情 是要做對所有事情 所以你每次問我一個 沒有 沒資金也不用想創業 不懂市場也不用想創業 沒客群也不用想創業 你東西沒有競爭力也不用想創業 所以你說就是一條龍都要做對 只有其中會一個都不會成功 那以後會拍這樣的影片嗎 嗯 也很多人敲完創業或管理的影片 也是都會放在我們的會員的影片裡面 所以如果你有想看的話 到時候可以去 可以去加入 魏老闆的衣服都好好看 請問挑衣服是憑感覺嗎 還是都會特別研究 嗯 如果是現成的成品 那就是用挑的 那我就是挑我覺得 我覺得好看 值得更推薦給大家的 我自己也想要的 那有一些東西 是我自己改良的獨家款 可能我會把它物料改掉 我會把它版型改掉 我會試穿之後整個換它的顏色啊 扭扣啊等等 那些就是比較獨家款 是憑直覺 還是會有那種什麼 服裝設計的那種 我覺得有直覺也有經驗 你有這個直覺 有這個品味 然後你對自己有自信 然後還有以往的實戰經驗很重要 就是其實也不是一件事情可以做到 因為有很多人是自己喜歡 啊就不賣啊 嗯 你要做到你自己也喜歡 然後又賣 然後大家穿的也很喜歡 所以我才說其實 時尚要當飯吃 並沒有那麼容易 但如果你對這塊很有興趣 你就可以試試看 你的品味別人是會買單的 怎麼面對酸民或不友善的黑粉 其實我不會知道 我不會去看 那會有人故意來你IG罵你啊 好像沒有耶 我覺得酸民或黑粉啊 要分兩種 一種就是那種他不認同你說的 他就是要跟你辯 那我反而覺得這個很好 因為我們就是要探討一個話題嘛 那也許你可以告訴他 我的意思其實是什麼什麼什麼 那有一種就是 他不管你說什麼 他就對你人身攻擊的那種 那種我就覺得 他其實對誰都這樣 他也不在乎這個議題 他就是反正到處亂攻擊人 那個就不用浪費時間跟他討論的 就直接封鎖就好了 你也不需要看 如果你今天是經營自己的KOL 或是你有在經營社群 我建議你用一個心態去 面對你的黑粉 黑粉也是粉 人生最寶貴的叫時間 他把時間拿來關注你 他不罵別人罵你耶 對耶 我覺得這個心態清楚 你就不會有很大的壓力 然後做自己覺得對的事情 讓有人不認同你也無所謂啊 我相信我講的東西 有很多不認同啊 那也沒關係啊 我覺得這傳遞我的價值觀 滿你不認同就算啊 我也不是為了你的認同而要存在的啊 對 不開心的時候怎麼調適心情 很容易吧 就看看電影 看看影集 泡個澡 買東西吃東西就解決啦 所以不會不開心很久 不會 因為我太讓非人生了 我覺得現在都沒有什麼 太讓我太不開心的事情耶 你知道為什麼 很生氣 多生氣 有人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 那就 那當下念完就好啦 就去解決啊 事情就是發生了 你再生氣也不會解決 比方好我女兒如果很擔心明天的事情 我就說我問你 你一直擔心然後你一直懊惱 它會不會改變 你擔心會不會明天就不會發生 或就不用面對 不會嘛 那你現在看電視啊 如果我的擔心或生氣會改變 我擔心我生氣 如果不會幹嘛呢 我就不如看電視說 請問如何跟容易玻璃心的人相處 那是我誰 朋友的話 朋友的話你就自己小心一點 什麼點很容易踩到他 我就不講囉 我不會想要去說你 為什麼要這麼玻璃心呢 你啊其實什麼 不做… 不然你就不要跟他當朋友啊 一旦跟你當了朋友 我就會照顧你的心情 我不會去想要改變別人 我只會想要陪伴他 當他的朋友就好了 那如果是跟員工呢 員工玻璃心 員工玻璃心喔 我會觀察我可以跟你講到什麼程度 那很多很玻璃心的人 其實你根本就不能跟他講的 那我就不會跟你講 對你有好處嗎 沒有 對 你不要在職場上 讓老闆或讓主管 沒有辦法教你事情 對你真的沒好處 所以強壯一點 你才可以得到更多 最近最喜歡的書是哪一本 沒有最 你問我什麼最我都沒有 我看很多書 然後我看很快 大概一小時看一本吧 不到一小時 好快喔 所以每次我分享 我在我的IG即時動拍 分享我的書單 每次拍個六本或四本 然後大家就會說 我本來這樣子一個週末哪看得完 我真的要看我就是一小時一本 所以 大家如果有興趣看我的書單的話 可以到我的IG的精選節 那邊有個書單裡面 我所有分享的書 請問我老闆會玩交友軟體嗎 以前會 現在不會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知道我是誰 所以現在交友軟體上面有我的臉 那都不是我 好多喔 超多的 很多人都爬來找我說 他昨天有跟我聊天 然後什麼 不想說你是誰 只要現在上面有我的臉 都不是我 因為我現在沒有在玩 以前有在玩 以前好自由 我現在都自由了 現在只能用別人照片跟別人聊 對 請問我老闆打算幾歲退休 公司不需要我的時候 沒有 不知道我的時候 就可以去休息了 當老闆最辛苦的事是什麼 好多喔 沒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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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啦 但就還好 那你自己要當老闆就慢慢逼你 不管你做了什麼 你都一直跟別人強調 你很努力 你很辛苦的 我都覺得 這不是你選的嗎 對啊 所以當老闆也是 那真的就是你自己選的 老闆會想要再婚嗎 我不會刻意想再婚 而是有沒有遇到這個人 如果遇到很想結婚的人 或者是那個時候的結婚有什麼目的就可以 像之前我們結婚三集講的 那一集 我們要互相處理對方的醫療 財產或某些事情 要有結婚那個身分的話 或者是就是有遇到一個人是我覺得 不是為了這些事 但是很想結婚的也有可能 請問水瓶座會很難追嗎 你們知道我是水瓶座嗎 很多人不知道 現在知道了 因為我之前在IG有一直講水瓶座的壞話 然後就有人說 郭老闆為什麼很討厭水瓶座 我說因為我是水瓶座 我完全知道水瓶座有多機車啊 很難追嗎 我覺得不難 我覺得不難 他喜歡你根本不用追 但是他很難喜歡你 不好 可是他不喜歡你 你怎麼追 怎麼死殘難打 都沒有用 水瓶座就是一個靠FU的瓶座 很FU 很難捉摸 他如果喜歡你 但你現在不喜歡他 你對他日久生情嗎 因為他一直追你 腿瓶座很難 所以我之前也有分享過 沒有日久生情這件事 不喜歡就是不喜歡 喜歡就是喜歡 沒有在後面才喜歡的 我討厭喔 怎麼 我討厭 所以你認識人的時候 大概會有那種就是 這個應該是有可能 這個就是沒可能 會先分類好 對 所以如果你在沒可能那一掛的話 怎麼努力都沒有用的喔 可是如果你在有可能那一掛 努力一下有差 如果發現女兒喜歡女生會怎樣嗎 不會怎樣 因為你說發現 就表示他沒有告訴我 對 你不打算告訴我是因為 你覺得我會不支持嗎 會有擔心吧 你選擇不想告訴我 以至於沒辦法跟我分享的這個部分 我會有一點點覺得 為什麼我會讓你覺得 是不能跟我分享這件事的媽媽 你應該會覺得我是可以支持你的人啊 因為那是你很重要的伴侶或朋友 那你都沒有辦法跟我講 那不是我們的距離就遠了 所以我會很希望你直接跟我說 我會支持你 等一下把這個影片傳給女兒 請問老闆有沒有做過最後悔的事 又是罪 又是罪 沒有罪 有沒有做過後悔的事情 我的角度是 後悔就後悔就修正就好了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我不要後悔 結果他什麼事也沒辦法做 不敢做 他做了後悔 反而畫地自線 我反而是覺得 然後去做 如果後悔 就算了 就再做其他的 人生就是一條這樣修正的彎曲的道路 不是一條直線的 我覺得這種心態好像健康一點 為什麼會想要經營YouTube 我其實在21年的時候 好像五月還六月的時候開頻道的 開始上傳第一支 真正這樣子 郭老闆的辣雞湯的影片 是因為我覺得 有些事情好像 你不立刻做 也許會沒有機會做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想 是因為我前面那一年 有一個很好的朋友他離開了 但他不是因為疫情 他是因為病情 他很年輕喔 他才40歲 然後他就突然離開了 然後我們所有的朋友都不知道 我們前一年見到他是最後一面 然後這個給我一個很大的想法是 好多事情你好像不可控在家 在乘以疫情後面這些世界的變換 你突然覺得 有些事情如果不做 你就錯過了 還有就是這個女生 是一個非常非常好 思想非常棒 價值觀非常好的一個女生 我突然覺得 她的思想沒有辦法被留下來 好可惜 我會覺得 那我是不是可以留下一些 我的價值觀跟思想 那最好的方式好像是拍成YouTube 雖然我也有出書 可是我覺得YouTube 好像可以讓更多人接觸到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想要留下一些什麼 我是不是應該要做這件事 所以也以至於剛剛之前講什麼 什麼酸民或黑粉 我就不會在乎什麼 我在做的就是 我覺得我想留下一些思想跟價值觀 跟正面的影響 我不在乎你認不認同或你看不看 而且我也不是靠這個吃飯 所以我就是做我覺得對的事情 我就是想留下這個東西這樣而已 好感人的理由 沒有就是 就是覺得 等同留下一本傳記或一本書 然後這些思想跟價值觀 也許你十年後看也 還是對女生有幫助的 對 有沒有最喜歡的星座跟最討厭的星座 我沒有最 我沒有最 這個擺讀不清耶 而且我覺得沒有必要 因為星座的討厭或喜歡誰 幹嘛被這個綁架 幹嘛帶著框架 因為有一些老闆 就是面試的時候都會看星座 對 我覺得星座可以參考 但不是一定 可是我覺得星座的確影響一些個性 然後會有適合的部門 有一些星座確實比較活 它適合在活的部門 有些星座比較穩 它就真的比較適合放在穩的部門 但是你說用這個直接評斷一個人 好像也不用到這樣子 請問問問老闆空窗期最長多久 要講嗎 有啊 想聽 可能最長一年之類的吧 才一年 最久 而且還是可能學生時代那時候了啦 所以就是出社會之後 就一直都有對象 會有很多追你的人 就是你要不要在一起這樣子 但不會沒有 沒有也是你自己不要的 這感覺女生會想要 想要排成一季 對啊 怎麼 如何不要有空窗期喔 對 如何身邊都有追求者 你們有想要嗎 我發現很多女生沒有想要啊 你們 大部分人問的問題就是一個 你就是要一個人而已耶 你根本沒有想要有排隊的人耶 就他就是只要他 對 你們都連 你們連分手都困難 你現在 你現在是要抽什麼號碼牌 真的耶 如果你有改變這件事情 我再告訴你怎麼發號碼 好 要的留言喔 請問問老闆年輕的時候 最愛的男生類型是哪一型 年輕不懂事都喜歡那種 壞壞的啊 皮皮的啊 帥帥的啊 不在乎的啊 都喜歡這種啊 好像是喔 對不對 長大之後就懂了 就年輕的時候都是看外表 看氣質 倒不是外表 他不一定是最帥的 他不一定是最帥的 可是他就是會有一種 壞壞的啊 帥帥的啊 不在乎啊 你就會受到這種氣質的吸引 但是等到你比較成熟的時候 你可能一樣喜歡這種 可是他的靈魂不壞 你知道嗎 懂我意思嗎 他有這個氣質 可是他的靈魂是好的 以前可能會 他的靈魂就是真的那麼壞 那你後來就懂得挑 其實你可以堅固 你可以找到這種氣質 但他其實專情的靈魂 這不是很棒 可是以前就不懂得選靈魂 後面就懂了啦 這是需要經驗值的 所以不要一直跟同一個人談戀愛啦 你才會學到東西 各位老闆都很晚睡覺嗎 看老闆工作很忙 又可以一直回大家現實 嗯 不然呢 我就是還行渣 那我想要問就是 工作這麼累 然後又回粉絲訊息 算是一個工作嗎 我也覺得是工作 我覺得那是我想做的事情 就像我剛剛講的 想留下一些思想跟價值觀 我不會覺得 因為這是工作 然後所以才要回 我覺得如果是那樣 就不如不要做 請問老闆為什麼這麼懂男生在想什麼 你們有覺得我很懂嗎 有啊 你都知道渣男在想什麼 渣男翻譯機 對啊 無論是自己談戀愛 你去理解 跟你交往過的男生在想什麼以外 還有 你們不要把男生只當談戀愛 男生也有男生的朋友 他會跟你講的 我會問啊 我會說 那如果這樣子 你們是在想什麼 或者是他會講他女朋友的事 我說是喔 那你覺得什麼 你會從這個聊天過程中發現 男生是這樣想的 而且不同的男生 有不同的想法 那你就慢慢的 越來越了解 男生這個生物是這樣的邏輯思考 或他的一些特質 那當然每個男生是不一樣的 可是你至少會很了解 男性會有一些視角或考量 是女生都不懂的 而且會驗證 遇到下一個男生你就說 欸你們是不是怎樣怎樣 他說是的時候 喔 男生都是這樣想 對 那或者不是 那為什麼不是 因為我什麼 所以還有這個思維 因為他什麼 所以你就越來越了解了 新鮮人月薪三萬 租屋 要如何理財 要如何理財 你現在是月光租 你現在是月光你怎麼理啊 你沒有財可以理啊 可是他就沒有賺這麼多錢 理財要有財可以理 如果你現在三萬塊就是月光 就是所有的生活成本就結束 沒有財可以理 所以你要先 一個是省開銷 有錢可以理 一個是多賺 有錢可以理 所以要先生那筆錢出來 老闆會不會擔心 女兒長大開始交男友後 會被不好的男生欺負 這不是人生必經的過程嗎 對啊 一定會受得傷的 那你會教他怎麼樣去看渣男 因為看他有沒有問我 或是看有沒有看我們的影片 他不用問了耶 他如果沒問我 我不會一直講 可是如果他有來跟我講 或者是他願意聊 我就講我認為的 我不想要就是人家沒有 不需要你 你一直要道給人家你知道嗎 哦 如果薇老闆單身沒有小孩 未來會想要怎麼繪畫 要是單身沒小孩了 我人生都不一樣了我 我的晚上整個 我的空間 我的時間都出來了我 怎麼規劃 不用規劃 就出去飄陪了我 還不規劃 時間很多 多到不行啊我 這世界上真的有靈魂伴侶嗎 我覺得不用拘泥靈魂伴侶 這件事 我以前也有迷信過這件事 就是我一直覺得 我可以找到一個Soulman 然後他很懂我 然後他了解我 後來發現 全世界最懂你的Soulman 就是你自己找到他 不要去找誰 可能是你的Soulman了 你就是你自己的Soulman 然後你就會自己有自信 然後自己很堅強 然後很堅定 然後自己知道自己要什麼 如果你會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又不堅定 又沒有底線 又沒有自信 讓自己先了解自己 不要去外面找朋友 閨蜜或男友 因為那個人是自己 絕對不會是任何一個別人 不管是閨蜜也好 或是男友也好 他都不會是最了解你 跟最可以支持你的人 真的不會 我通了這個點之後 覺得好輕鬆喔 我不用再去尋找一個什麼 我的靈魂伴侶 可是有沒有真愛 你可以去尋找你的真愛 但不是靈魂伴侶 小編突然 這一題把它牽往了遠方耶 怎麼會這樣 因為我剛剛在想 真愛跟靈魂伴侶的差別 不一樣 真愛就是他愛你 愛他 真誠的愛 互相扶持 互相喜歡 真的關心跟在乎對方 這就是真愛了 他不會百分百了解你支持你的 不會 你們一定還是會有爭吵 跟不理解對方的時候 所以不要去想 找到一個靈魂伴侶 然後百分百就是支持我 聽我 然後一旦吵架就覺得 他不是我的靈魂伴侶 沒必要這樣整自己 怎麼開啟跟女兒 聊健康教育方面的問題 或者是戀愛方面的問題 我就會問他 你現在有沒有喜歡男生啊 有沒有男生喜歡你啊 我就先開這種話題 看他有沒有想要跟我講 他如果都不想跟我講 我也不會一直逼 那如果是那種健康教育的 我現在其實已經跟他講了 那他聽得懂嗎 可能沒有很懂 但是我已經有告訴他 那個來的時候 就表示會懷孕 然後他有一天那個來的時候 我就會更明確的告訴他 這件事情影響了什麼 就是你會懷孕 然後就會周邊的事情 一起告訴他 就是這件事情大條的 怎麼這麼嚴重 而且你是個女人了 因為我自己啦 老實說我自己13歲的時候 第一次那個來的時候 我嚇死了 因為你完全不知道什麼狀況 就全部都寫不 我真的很希望 在那之前我媽一天 我告訴我那是什麼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是 有些人第一次發生這件事情 在學校 你知道他有多慌嗎 對 他會以為他是不是快死掉了 對 然後又被捧學校 然後還有一個人在畢業點 到現在我們都還記得 有一個女生在畢業點 當然也許 那就是沒得選的 可是我在講的是心靈 我不想要讓我女人面臨這個 所以我就有事先告訴他 有可能會在學校 有可能會在體育課 那差不多那個年齡 我會讓他帶在書包裡面 然後告訴他你可以去找誰 重點是你不要害怕 那是正常的 快要面對了 很重要 對耶 對啊 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有生女兒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女生一定要做哪方面 投資在自己身上啊 一切 一切 怎樣 內在 理財 都要 那我想問那你覺得 男生也要做這樣子 這麼多的東西 都要 世人都要 要內外兼具又有錢 那有錢的標準就不一樣 就經濟獨立就可以 我沒有叫你要超有錢 可是你就是要經濟獨立 經濟獨立不等於財富自由 大家不要再搞混這兩個詞了 經濟獨立是 只要你養得起自己 就是經濟獨立 財富自由是 你可以不用再賺錢 錢多到要不要花不完 這是兩件事 因為我曾經有人就是 搞不懂這兩個詞 就是說 所以郭老闆自己很有錢 就整天講說什麼 要很有錢 你以為很容易嗎 什麼什麼 我說 經濟獨立不是財富自由 這兩件事 郭老闆置點又出來了 真的很需要置點耶你 真的 所以就是我覺得 內外都要投資自己 但同時又要有錢 這三個方向都去努力 不要擇一 沒有罪 對 對 要解我 對於買房目標 有什麼建議 一般上班族 要怎麼樣計畫達成 我覺得要看自己的能力 我先講喔 沒有買房也沒關係 沒有一定要買 然後你可以自己去思考 你自己一個人 有沒有可能達成買房 如果沒有 那你是不是要規劃 是有你跟老公一起 是兩個人 所以先想清楚這個 有沒有一定要買房 還是租房就可以了 先存錢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一個人自己有沒有辦法買 自己扛 第三就是還是要跟老公一起 這三個先想清楚 不要一下就跳到 我要買房 我要買房 有這個目標很好啊 逼著你去規劃嘛 慢慢具體去實現 我覺得理財跟買房 好像可以是我們另外獨立的一集 理財的部分跟買房的部分 因為我魏老闆最近有買房啊 所以大家就開始一直問我這個 怎麼裝潢啊 賬出預算怎麼看的 怎麼抓的 怎麼風水 一堆這種問題 可以獨立一集來講 賺到多少錢 再給自己買十萬塊的名牌包 我就要看你賺多少 要負擔的期盤 你賺多少跟你有多少存款 如果你都月光了 你不要買了吧 那如果他這真的很想要 你會建議他就刷卡分期付款 這可以刷卡分期付款 我覺得沒有不能買 前提是你能不能負擔 只要你無法負擔都先不要想 所謂的不能負擔是什麼 就是你為了它 你要省吃減用的啊 你變成要吃泡麵 就為了一個包 對 或者是會影響你的生活品質 那我就覺得不合理 你應該要先照顧自己的生活品質 跟保障型的保險 都OK了再去做這些製食品的部分 那那些都處理好了 你要怎麼花都你的事 你會讓女兒繼承你的公司嗎 他有想要嗎 他如果說他想要 他想要 那你要有能力啊 你要扛得起啊 你扛不起我給你幹嘛 傳錢不傳子 有機會了 再努力點 我努力 我們今天應該回答很多喔 下次QA就是 100萬訂閱 會不會太久 因為一輩子都達不到 不會吧 感覺也很快啊 我有信心 好啦 如果喜歡的話 你可以訂閱啦 那你也可以追我的IG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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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